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 那么很多朋友得来问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在推特上做过解释 就告诉大家什么事也没出 主要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工作繁忙 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更新视频 那么也不愿意随随便便乱做一期视频 不能保证这个视频质量 不能够把想说的话都去重复表达 那那种视频这个做了没什么意义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 因为工作十分繁忙呢 所以视频就没有及时更新 那么不存在什么 也受到什么恐吓了威胁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自媒体消沉了 就不能做了 这种事都不存在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的自媒体打掉 实事求是告诉大家 因为我进行围剿的力量是很多 甚至有一些暴力威胁 这个什么杀掉你全家了 做掉你三代了 把你的汽车安葬爆炸物了 这些话呢都有 那么你们觉得这些话说的对我有用吗 是不是因为他讲了这个话 我就害怕了 这媒体就不做了 包括网上大家都看到的 这个李一平先生 还有元祥之士 都受到呢 很多呢暴力恐惧的威胁 那么我们呢 对这些都是淡然一笑 根本不会因为这些什么威胁 我们呢就有什么退却了 那是不可能的 想让建民退却 这种力量没有产生 共产党当年多少酷刑折磨 多少精神虽惨 都没有让建民退缩过 今天几句威胁算什么 当然围剿我的力量呢是比较多啊 我呢也在认真思考 为什么最近这么一个月之内啊 发生了那密集的 这个五股力量的围剿 其中有四股力量是抹黑打压造谣 污蔑谩骂攻击 有一股力量呢是来拉拢 那么哪几股力量呢 我想大家在互联网头都能看到了啊 一股力量呢是主动来碰瓷啊 没事找话啊 没事激怒你 没事在那个地方自作多情 找你碰瓷啊 希望什么 希望我跟他对骂 那么这股力量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都是一些我根本就一眼都不要看 那种垃圾力量 对于他这种碰瓷啊 我理得不理睬 第二股力量 就是在网络上突然谩骂 突然叫骂 然后什么难听 什么恶心的话都骂啊 什么无耻下流的语言都去编造 什么造谣都来了 这是第二股力量 在网络上大家也都看到啊 有的人开视频 连续开五六级视频 每天都在疯狂的咒骂我 率领着他们那些什么粉丝蚂蚁们啊 拼了命的这个抹黑和攻击我 做了很多造谣和污蔑啊 很多不堪入目啊 不堪入眼和很多很离奇 完全没有逻辑性的东西 全部造谣造出来 我也没有时间看 我看了也是一笑了之 没有这个精力去回 第三股力量呢 就是海外里面有一批 打造所谓正义的民主力量啊 这个甚至呢 还是什么学者专家 什么导师之类的 在那里上动不动高举的道德的大棒啊 指责我这个指责我那个 没兴趣跟这些什么道德学者 道德高人们去过这些招 如果我把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上面啊 那我什么事也做不了 那么第四股力量是来自于国内 国内有一批长期打造民主的旗号 实际上是在互联网上 兴风作浪的这么一批人 越题发挥啊 借着海外的某些势力 他们呢 这个对我进行一些攻击和护肺 第五股是来自拉动我的力量 给我创造很好的条件 要跟我联合投资办媒体 邀请我到哪个大学 去做访问学者 给我提供不菲的待遇 希望这个我能够停掉我的自媒体 和他们合作办媒体 这个显然是来自于中共灭掉 我自媒体的其中一个手段 那么为什么对我的这个自媒体 中共会如此密集的开始 大规模的围剿 会安排那么多力量来围攻呢 我呢做了认真的分析和考虑 我这个是纯粹我自己的分析考虑 逻辑推理啊 没有任何这个不掌握任何什么内情 我不想某些人会故作聪明 说自己有多少多少内线 有多少多少情报 有多少多少人给他提供 什么什么秘密的情报 根据这个情表故作神秘 告诉你他掌握了多少资源 我没有这些资源 我只是根据这些现象 透过现象来看本质 来分析他里面的原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我在最近凡是发我的视频节目之后 我都会在推特上呢 跟一段呢45秒之内的小视频 他对我每一期新发的节目里面呢 做一个呢就是一个精彩的片段的一个推荐 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国内战友呢一直建议我 他们跟我讲你过去的视频啊 做的呢都比较长 尽管呢可能只有三四十分钟 在海外看看呢好像你们认为不算很长 但是国内呢真的没办法传播 这么大的文件很难下载 而且下载下来以后 传播呢不利于大家呢 这个快捷变快捷的传播 他们希望我呢能做个呢 就是说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短视频 把要讲的内容能表达出来就行 便于国内的传播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嘛 你的视频节目做得再好 它不过是海外的观众看 或者国内一部分翻墙的观众看 其实这一类的人大部分对民主启蒙 对民主宪政支持都有所了解 所以呢这些人不是你主要要启发的人 他要启发的是那些人吗 根本就不看不翻墙 不关心中国民主 对中国民主宪政实现以后 究竟有多少好处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说一说应当让这些人 来看到你的视频节目 那么怎么做呢 他们就建议我做短视频 所以我就尝试了在我第297之后 我开始在我每期节目里面 我会拿出我当期节目里面 比较精彩的片段 做一个45秒钟的短视频 通过推特把它发出 我本来这个仅仅是一个 满足国内战友 希望传播的需求的一个举动 我没想到这个举动踩出了中共的威风 就是说这个小视频发出之后 它在国内传播的很厉害 它特别异于国内的QQ群 微信群 国内的各种社交网站 国内的各种网络媒体 和国内的即时交友工具上面 进行广泛密集的传播 虽然我们大家知道 微信群QQ群 这个腾讯公司封得很快 但是你封得很快 人家传播的也很快 很多人是一边看一边下载 一边就在传播 你封掉一个群 人家可以传到另外十个群 你封的速度是赶不上他们传的速度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 国内有很多战友 他们一个人都有几十几百个群 今天封掉几十个明天又见了几十个 所以呢 往往是这种小视频 它特别异于传播以后 它产生的什么 产生的传播效应很大 所以我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 一下子导致了嘛 导致了我很多期的短视频 它在国内的传播率 比我做了这三百多期的这个长视频啊 传播的速度要快得多 所以这些短视频大家看到了 有关于习近平送钱的啦 有P2P的啦 有中国工人劳工现状啦 有黑心疫苗啦 就是说我最近做的一系列的节目 包括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外贸制裁 为什么川普制裁的不是中国人民 而是中国政府 为什么中国的大米有可能会涨到一百块一斤 一千块一斤 这些我都用很多短视频 对很多节目里面做了一些精彩的片段推荐 那么由于这些短视频的极具体传播 共产党难过了 因为他们过去认为你吴建民在海外做视频 你再怎么做也不就是海外华人看看吗 我们很多大陆出去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还有很多在大陆的人 能翻枪的人他也不会关心你去看 所以说共产党根本不在乎 你们在海外做个视频 海外有几个观众去点击了以后 对他共产党的政权能有什么影响 他不太在乎的 但是共产党很害怕 你们这些东西在国内传播 尤其你这种短视频 特别易于传播的话 就容易在微信群QQ群里面 一天之内就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 看过你的这个小视频 那么这种传播力 如果每天有几百万人看的话 那么对共产党来的形成的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很害怕 但是互联网上共产党要打压自媒体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办法把这个谷歌封掉 把YouTube封掉 把推特封掉 他最终什么 他只能在国内封局网 你们传他就封群 你们传就封锤 但是他要斩断你的来源 你什么 不让你这个自媒体往国内传 或者把你的自媒体打掉 所以最近密集开始对我攻击的 就是要打掉我的自媒体 那么那么多股力量来围剿我 是希望把自媒体停掉 我呢很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 那你说我这个自媒体共产党来打 我就会停掉吗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可能 没有任何力量能打掉我的自媒体 我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 那种什么把我什么河谷建媒体了 把我引荐到某一个大的媒体网站了 给我提高多少待遇的这种想法 都是痴心妄想 我可以跟所有我的听众们 做一个庄严的承诺 我的自媒体永远会保留 建民的自媒体不会去参与任何其他媒体 建民的自媒体也不会让任何别人来参与 只可能代表我建民 表达我自己真实的心声 始终代表我建民 传达我对世界的声音 我不会被任何人 不会被任何利益所诱惑 也不会被任何力量所缴杀 能够及时更新节目 只来源于我本人因为工作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自媒体完全是我的业余时间在做 我大量的时间还要拿出精力来去工作和养家 那么在我工作和养家之外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发自媒体 那么暑假是我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我基本上在全美境内到处飞 美东美西到处跑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量很大 每天一大早就出门 到晚上很晚才回到酒店 有时候一天下来都已经很劳累 洗过澡就只能 洗过澡以后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连回几条推特的可能都没有 有时候白天偶尔更转几个推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属于在工作之余 现在有片刻的闲暇时间 所以呢 去发个一两个推特和转个一两个推特 真的没有时间 那么跟大家呢 说抱歉 这么多这么多天都没有去更新我的视频呢 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节奏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九月份会恢复正常 在九月份之前呢 不可能呢 大部分时间还是现在的节奏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掉我的自媒体 只要建民活着 只要建民能够生命不息 我的自媒体就会战斗不止 所以任何人就别动那个脑筋了 打压抹黑谩骂造谣的势力 我不可能屈服 也不可能因为你们对我的各种 对对我的各种攻击 我就停掉我的自媒体 至于拉拢 我已经说过 拉拢的人就死了那条心了 因为为了尊重朋友 因为很多拉拢的人 是通过朋友介绍来找到我的 所以为了尊重朋友 也绝不可能出卖朋友 所以说呢 我不会提来找我的这些人 是哪些人 希望把我引荐到哪些学校 希望跟我创办什么样的媒体 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 和企图还动用这类手段 来拉拢我的人 我告诉你们 就死了这条心 没有可能 我不可能选择任何方式 跟别人去合作以后 停掉我的自媒体 我也不可能 就加入到你们的媒体以后 我的自媒体也保留 你们的媒体也做 没这个可能 我只可能只做一个媒体 就是我自己的自媒体 别人的媒体 我只可以有情客串 到你们的媒体上去做嘉宾 去偶尔参加个一次两次节目 就类似于像我参加美国之音 参加明镜 参加自由亚洲电台 你们的节目一样 我可以去充当一两次嘉宾 但是让我在别的媒体上合作 和跟别的媒体去一起来创办媒体 甚至是用股份加入媒体的形式 来走媒体道路 这不是我建民所要追求的 因为我的自媒体 是表达我自己个人独立声音的 一个唯一的渠道 那么跟大家解释完这段时间 没有做节目的情况以后 我就要跟大家谈今天的话题 今天话题是什么话题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 这个铲除共产党 首先要铲除习近平 要把这个习近平 从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地位上把它拿掉 这个为这个问题呢 有相当的朋友和我都有一些争论 我觉得呢我一贯的立场表达 和我自己在很多推文中呢 都已经说得很清楚 亡共啊 再共 亡共为什么再共 因为共产党它有强大的资源 如果你任何别的人 你仅仅想通过你的力量 来把共产党就剿灭了好不好 现在至少是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国际力量之外 中国国内所产生的任何政治力量 你完全不能跟共产党比 因为无论共产党从人才物力资源 和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管控来讲 现在中共没有任何一方政治力量 可以跟共产党较量的 所以说通过这些政治力量 来达到能够摧毁共产党 倒灭共产党 那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说亡共应当在于共 就是在共本身 那么亡共在共本身是共谁呢 那么亡共一定要靠共产党里面 出现像习近平这样的人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执政以来 他除了什么开历史倒车 想搞什么终身制 最重要是什么 在于习近平这个人 一是蠢二是装 他装的目的是什么 他可以把共产党很虚夸的 这么一个机器架构 他把他呢 这个表面他看得强大 他内心已经给他倒空 那么他的存在于什么 他无法判定什么是真实的内容 什么是虚假的内容 所以说中国不是多了胡安刚这样的人 中国是少了胡安刚逆战书这样的人 如果中国有在习近平面前有十个一百个胡安刚 每天给习近平放卫星 每天告诉习近平 中国如何如何强大 中国如何如何了不起 中国如何如何在世界第一 习近平每天满足于中国已经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已经多么多么的牛逼的时候 那么离共产党倒台灭亡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那么中国也缺少更多跟栗战书 因为栗战书一天的晚跟你讲习近平要一言九鼎了 要定于一尊了 如果共产党的高官全部是这样疯狂无耻的追捧习近平 让习近平动不动就要定于一尊 就要一言九鼎 要君临天下 就要一统亡国 就要最终称霸全世界 如果习近平他始终是抱着这种想法 而他底下的人都像栗战书这样 不断地把习近平往这个虚告的位置上去推 那么习近平他整个的个人野心的膨胀 就导致他目光一切 而习近平的目光一切和习近平他自己的浮夸 最终什么 再终他会拖垮中共 所以习近平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把他随随便便 说是在共产党没有灭亡的情况下 把习近平先灭亡掉了应当是什么 共产党灭亡习近平必然亡 而习近平可以催生共产党早一点灭亡 他可以把共产党折腾个半死 那么亡共除了在于共还重要的是什么 亡共在于国际力量 大家一定要看到当今社会如摧毁一个专制集团啊 他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 一种可能是这个专制集团他自信的内部膨胀 他达到了什么达到了不可一世 他认为他已经伟大的不得了 他已经他已经猖狂到准备征服其他所有人 不管是贸易征服经济征服军事征服 他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 他自己已经目控一切认为他可以统治欧洲统治全世界 所以他率先向其他国家动不动军事力量之后 最终就让国际力量一起剿灭他 所以专制力量的垮台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说你触犯中路 你自己本身的邪恶已经让全世界所有的正义力量 对你不能容忍 大家一起来灭亡你 最终你这个力量就被灭掉 前苏联就是这样 由于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共产主义 他的这个所输出的这个共产主义的邪恶 让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对共产主义不能容忍 最终就说以美国为首和美国的西方力量 一起联合剿灭最终苏联崩溃 那么中共今天是哪一种 中共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比方习近平在底下的幕僚不断的吹捆过程中 让习近平极为膨胀 让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脊梁他可以擅自什么 擅自对台湾动武 擅自可以在南海开战 一旦习近平如果他真正是动用军事 动用军事力量去点燃战火的时候 那习近平离死亡是快得不得了的 所以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习近平他自己知道内心空虚 打不了党 解放军打不了党 共军根本打不了党 也没这个经济实力 但是习近平他又要把共产主义的这个邪恶 共产党的邪恶进行到底 当他在国际舞台上所表现的这种邪恶 已经被全世界民主国家所不容的时候 那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会联合起来剿灭共产主义 目前习近平遇到的是第二种 就是以川普为首的美国和美国带动的其他的西方国家 开始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高压和制裁 经济上的制裁是第一步 政治上的制裁是第二步 所以目前来讲习近平已经处于什么 全球对中国的核为中 只是什么川普决心还没到那一步 全球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到了什么下制性 就是必须把中共全部剷除这一步 它还需要创作一定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的产生 它会是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当年共产党是怎么登上政治舞台的 共产党是如何去打倒国民党 按照共产党的教科书里面都说 是共产党代表着正义 代表着劳苦大众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 共产党最终是赶走了国民党 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 这是共产党的教科书长 而实际上历史 国民党的失败 绝不是共产党探动得了的 凭共产党可能那么轻易地打败国民党 国军当时是拥有多么强大的 这个军事力量 情报力量和战略力量 那么很多人问 你讲不是共产党教科书长所宣传的 那么究竟共产党是怎么去打倒国民党的呢 那我就来跟大家呢回顾一下当年的这段历史 当年国民党拜逃台湾 他被打倒和被和他的这个民国政府在中国被推翻 他绝不是共产党共产党自身一个党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当然你说共产党是不是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一点都不排除共产党当时确实在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共产党想建立他自己的政权 他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啊 但是真正把国民党这个政权结束 把国民党完全赶到台湾 他主要来自什么来自于国际上的三大力量 第一个是日本这不用耳语的日本侵华之后让国民政府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全部用于抗战 消耗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极大的各种资源十几年的抗战之后 基本上什么拼光了国民党的一点牢底 牺牲了几十万的抗日将士 同时大量的物资在整个战争中消耗殆尽国土在整个的这场战斗洗礼中受到了重创 所以说呢日本是第一个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受到重创的这么一个海外的国家 那当然国民党在跟整个日本出战中元气大伤 但是毕竟国民党最终民国政府作为战胜国这个还是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所以说呢仅仅是日本对国民党造成的这个重创呢 完全不能够撼动国民政府它自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那么第二个是谁第二个就是苏联大家都很清楚 苏联他一直希望扶植中共然后把中共作为他在他在整个远东地区的一个代言人 然后斯大林曾经一度想什么想让中国呢划僵而至让中共只占领中国北方区 至少控制了这个以后呢可以获得苏联和中国接壤的中国的广大北方地区 同时控制着旅大和东北的这种天然水港这是斯大林当时的算盘 他希望就是什么希望能够这个毛泽东他希望中共能够成为他在远东地区的代言人 然后扶植这个政权以后达到苏联在整个亚洲能够随便出入太平洋的各个港口 同时对亚洲通过中共通过中共这个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亚洲势力 这是斯大林的目的所以斯大林在这个过程中对当时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 也就是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绞杀啊这个给中共是给钱给人给强给物资 然后不断地扶植中共对国民政府进行极大的打击 因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受到来自苏联的这个打击和来自苏联对中共的支持 使国民党的这个江山啊这个叫积极可危积极可危 但是不管怎么说什么苏联也好中共也好它来自于就是国民党希望正面打击的和正面消灭的一种力量 国民党是有心理准备的是有思想是有思想准备的是有组织安排的 所以不管是来自于苏共还是来自中共的力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做了一定度质的 因此在跟日本拼光了大部分的这个家产之后那么蒋介石所积累的各种力量去对付中共和对付苏共 还是有一定这个战斗实力的那么最关键时候来了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受中共的恐惑认为什么中共会走议会道路 认为中共会搞民主认为听信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宣传的什么共产党他会将来去走按照美国民主法治的道路来进行建国的这种想法 当时的杜鲁门错误误判了中共的形势导致了当时整个美国朝野的无论是赫尔利也好还是马歇尔也好还是埃森豪威尔也好 这些美国的这些高级将领和美国的这些政客们他们完全什么相信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套骗人的鬼话 所以由于他们对中共的误判导致他们支持中共而放弃蒋介石 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打击是最致命的一击 由于这一次美国人的打击之后就导致什么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全面溃败 所以历史就是这么形成的 共产党动不动在教科书上面写的是他们寄居的力量 奉献了几十万革命烈士的人头最后拿下了这个红色江山 其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 共产党自身有力量我不否认但是共产党的力量我远远达不到就是什么 能够催化国民政府能够把蒋介石干到台湾之 他实际上蒋介石最终败逃台湾是国际力量对蒋介石的压力 包括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包括共产党在国内不断的撤动底层的民众 对国民党造反这些都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是组成的因素 但是里面的核心因素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对中共的误判以后 然后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致命一击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亏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今天我们再一次看整个中国的形势就历史又走到了这个关口 也就是说如果要结束中共它绝不是仅仅是我们这些站在中共对立面的这些反对派人士 仅仅靠我们努力就有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政治力量的派别 它的这个力量所形成是非常非常弱小的 它完全没有达到就是共产党拿你这个反对党当一回事 或者是人民已经觊予你这个反对党来支持你这个反对党一起跟你去推翻共产党 形成这种庞大的力量现在远远没有到达这个状态 尽管六四之后我们努力了三十年也仍然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但是我们这个努力它会产生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种努力会促使什么 促使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里面投入他们巨大的这个努力和关注 因为今天的川普政府已经有别于美国前任的任何一届民主党的政府 包括从克林顿开始一直到小布什和奥巴马 这三届总统一共二十四年的执政完完全全把美国带入了企图 把美国引向了对中共的更深度的误判 导致了中共在六四之后能获得将近三十年的喘息 而这三十年的喘息是中共做大了 中共首先在经济上做大了 第二个中共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经济已经捆绑了世界上其他民主发达国家 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发达国家在跟中国做生意的同时 已经很难摆脱中共给他们提供的这些廉价产品 那么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就业率 追求他们自己国民这个购买的成本的低廉 所以他们跟中共的这个合作就属于什么 这么多年来已经被中共用低廉的商品价格已经捆绑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世界经济对中国的深度依赖 而川普上台以后川普果断的改变这种模式 川普就是给中国科与极高的关税 给中国科与极高的关税第一是消除跟中共所建立的 美国对中共来讲叫贸易逆差 中共获得的叫贸易顺差 大致有三千六百亿美金每年 这是美国跟中国 同时由于大幅的提高了关税以后 中国的这个产品就不算廉价了 因为不廉价 这样就导致了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有效的对美国市场供应 那么美国就可以摆脱对中国这种低价产品的依赖 那同样世界其他欧美国家也会这样 当他们对中国也加征这种关税的时候 中国的商品也就很难进入欧洲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当中国外贸收入这一块已经不存在 就每年白花花的三千六百亿的这个贸易顺差 获得的这个利润没有了 然后你大量的产品出口又限制了 因为你出口的产品的价格高了嘛 企业这个高价格的产品就很难在欧美市场卖掉嘛 如果卖不掉就意味着什么 国内的大量的失业率就增加了 而失业率增加它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因素的增加 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由于没有外汇供应 国内的人民币和外汇的对比 就导致了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而人民币的贬值物价的非常 而中国的内因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统治中国七十年 天下老百姓早就苦共已久 过去这二十八年来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导致了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个地方上班 虽然挣的那个血汗钱大部分被盘剥 但是有个地方挣钱大家还能够活命 如果现在大量的失业率产生 大量的外资企业撤出 导致了老百姓根本没地方上班 没有地方挣钱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就业的大量的所谓低端人口 都被蔡奇这样的人把他驱赶出回到家乡 家乡又没什么活着又挣不到钱 那么在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情况下 你说不造反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中共用民兵把持到村口 任何老百姓不准逃荒要饭 出去就击毙的那个过程了 现在是改革开放是互联网时代 所以说现在的老百姓不会再像五六十年代 那么老老是坐在家里面 宁愿饿死等死 现在的百姓如果没地方上班 没地方挣钱 家里面没有粮食没有余粮 那么老百姓会造反一定会的 所以今天世界对中国合为的形式 已经形成了 所以绝对不要认为 川普的中国的贸易制裁 他只是单纯的提高了一个关税 这么简单 他是一环扣着一环 环环相扣的一种政治战略 那么中国的百姓 在他自己不管他自己事的时候 他你好我好大家好 什么政治不政治他不过问的 老百姓只要能够活命 只要能过日子 哪怕那个日子过得非常悲惨 他只要能活的他都没有自己捡的 但是一旦当他的这个活命基础受到威胁 他自己他自己家里面没有隔夜的余粮 他自己没有地方去挣钱上班 他全家孩子的医疗养老教育的费用 根本没有地方有收入来源的时候 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这些老百姓 站出来造共产党的法 如何促成那么造反 显然我们的各种自媒体的视频节目 对国内民众的传播 就可以起到什么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很多老百姓并不懂 实行民主以后给他个人的生活 能带来哪些好处 很多老百姓更不懂 一番共产党以后中国政府改造换代以后 这种所谓老百姓认为的天下大乱 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老百姓生活上什么样的变化 共产党最喜欢宣传不能乱啊 天下大乱老百姓遭殃啊 老百姓倒霉啊 那么天下不难老百姓就不倒霉吗 老百姓就不遭殃吗 老百姓都现在活成这个样子了 你觉得老百姓现在不倒霉不遭殃吗 他只是告诉你你就忍着别去乱 因为乱了你更倒霉 其实还能倒霉到哪一样呢 对不对 你现在活着也是等死 你造反还是个死 那么与其等死不如拼死 因为拼不一定死 拼有可能活 而等死呢百分之百是死 我们任何自媒体的节目都是什么 都是告知人民 你要把握你自己的命运 就要勇敢的去向强权挑战 如果我们的老百姓全部敢站出来 向强权挑战的时候 共产党他的这个灭亡就不会太远了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最近仍然在忙碌中 我只要有时间我会抓紧 给大家更新我的视频 谢谢各位关心